再來呢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大家也非常好奇 就是進來的金融股 大家說金融股不是要升息 怎麼跌到肥瀉瀉 那當然有他一些相關的原因 那到底金融股能不能買呢 這個很多人講 我如果是存股族 我喜歡金融股的話 當然是要趁他倒霉的時候 趁他有利空的時候 多買一點回來慢慢存 那金融股能不能買 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來好好聊 兩個議題 一個就是這個新興病 這個台新晶 新光晶 他可能要合併 那合併了之後 到底這兩家金融股能不能買 另外還有就是最近的 這個防疫保單之亂 那相關的一些這個金融股 又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先來談談這個台新晶 跟新光晶要合併的一個議題 那到底這兩家合併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如果你現在手中有他們家股票 你要怎麼做 沒有的話 我又要不要趕快搶 我們來請教果真哥 是 我們大家各位觀眾 可能現在一頭霧水 怎麼突然間傳出來說 新光三月董事的席次 無動量意外掉出來 然後又突然間講出來說 台新突然公佈說 他要併新光晶的特別研究小組 那如果再回到四月的話 是新光晶宣布說 要推出所謂的合併 台新晶的研究小組 一團團怎麼是新光晶要併 台新晶 台新晶說也要併新光晶 怎麼又團出所謂的無動量 調出的新光三月董事 所以我們先來看 到底所謂的 我們大家知道的新光三月到底是什麼樣的公司 因為各位可能到新聞 軍方區都會看到一大堆新光三月百貨 那實際上整個新光三月 百貨公司跟新光集團 他的直接關係 跟這這十幾年的發展 其實並沒有太大直接關係 真正在經營所謂的 新光三月百貨的第一大股東 其實是日本的伊斯丹集團 他持有百分之四十三的股權 那一直是日方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吳東興家族 吳東興家族也應該現在 如果已經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吳欣達吳欣達 所以他們對我們來說 他們應該稱為叫 新光三月吳東興家族 來這一方 那他們持有大概百分之十七 那接下來才是我們大家熟知的 所謂的新光金 這個泛新光集團 包括吳東亮吳東靖兄弟 他其實持有的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九 那我們來看這張家族組 可能會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聽了好像一頭霧水 整個新光吳家 其實是從吳化這一代開始 然後到了第三代的吳火師 吳金龍 吳金虎 那所謂的吳東興 新光集團是吳火師 對 所謂的新光 其實是吳火師這一系 這一系的敬賢亮 生是兄弟 然後分別有新光金 新光紡織 台新還有新籤 這是他們吳家可以有這麼多兒子 算是祖上有積德 對 才會生很多兒子 新光三月這個其實是應該是吳東興 吳東興這個家族 也說我們現在看到的董事長 副董事長 新達跟新陽這兩兄弟 那長期以來是他們的 新營 新光三月百貨 那真的股東 大股東 其實是新光 泛新光的家族 那這一次爭議 其實是一直從二零一九年以來 已經吵了三年了 最主要吵的原因 其實倒也不是真的要競爭 經營權之爭 而是希望新光三月百貨 這個賺錢的經濟母 因為他是台灣最大百貨公司 也佔有點綴多 而且最好的黃金地段 希望他能盡快實現IPO 然後興快的去處理所謂中國賠錢的一些百貨公司 能夠從中國退場 那泛新光家族在想什麼 他們希望能夠取得所謂的 他們的一些股權 如果能夠IPO的話 可以拿一些錢回來 就可以去回防他的所謂的星光金控 這個時候聽得很奇怪了 那這跟星光金控又有什麼關係呢 到底台新金跟星光金說要合併 到底這兩個股票可不可以買 結果沒有想到這是一個豪門恩怨 而且要從星光三月開始說起 對 那星光三月一直是他們很賺錢的投資 所以很希望他能夠儘快IPO去實現 但是日本日方是比較保守的 加上這兩年其實一直碰到了疫情 所以在百貨公司 經營狀況是比較不好的狀況 實際上星光的三月的 日本三月的這一塊 其實他們是一直希望能夠保守一點 那吳星島 吳星養 他的父親剛剛過世 吳東興剛剛過世沒多久 所以他們有一些想法 所以就一直在爭吵這個東西 當然兩個禮拜後 因為這次吳東亮沒有進董事 吳東進倒是進了董事席次之後 有可能經營權會所發生的 董事長會改變 但是你說真的 新換星光家族會和諧嗎 其實大家認為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們來看這張表 這也是大家最關心的 星光金跟台新金會不會合併 這兩家公司未來會怎麼發展 那我們來看這張表的時候 可以看出臺灣的十六家金控的排名 這是很有趣的一張表 其實在兩千年的時候 臺灣有幾大保險公司 我們可能各位觀眾都會有 還記得國泰跟新光 其實是本土的兩大 那外商大概就ING 荷蘭的ING跟美國的ING 荷蘭的安泰跟美國ING 就分別是南山 那後來安泰就賣給了富邦 那這個發展下去 過了二十年之後 臺灣最大金控是誰 其實是富邦 現在總是只超過一兆 第二名是國泰金 國泰金大概有九千多億 那中信集團其實還有五千多億 可是我們來看 星光金集團到底跑到哪裡去呢 我們必須 他前十排不上 他是倒數第三名 而且倒數的兩位都是人家 想要合併的對象 也就是說他已經落到了最後 倒數最後一列 如果我們要跑馬拉松來講 他已經被人叫套圈又套圈了 如果富邦把一兆扣掉的話 也是被套圈掉漆 被人家套圈又套圈 如果富邦金再繼續成長的話 大概扣掉一兆的市值還能超越他 那第三名的國中信集團 其實如果你把回到第一頁的話 你看中信 如果加上所謂的中信加開發 其實他還是遠遠超過 所謂的富邦集團 星光集團 所以整個星光 其實長期以來就對於大哥 也就是說跟我們今天看到長榮集團 家族的爭辯 有一點類似 就是長兄如父 當吳火師 當突然過世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指吳吳東靖 代表了父親的這個職位 也掌握了整個星光集團最好的那一部分 就星光金控 到臺北瓦斯頓 星光醫院這些 那這些其實整個星光金的表現 簡單這樣講 老大哥接了爸爸的那個招牌 就是星光嘛 星光集團是星光 他接了 但接了之後 這個招牌現在萌成 一直晶瑩的 讓大家覺得怎麼被套圈 然後一直往後掉 這個排名 實在是感覺這個老爸 可能會氣得從墳墓裡跳出來 於是現在這個弟弟 就要開始來努力的 希望把爸爸招牌 再擦亮一點 那他努力的辦法就是 不然我來搶一下經營權 我也來努力一下 是這樣吧 所以真的不滿了 還不止所謂的弟弟們 包括他的原始的大股東 其實整個星光集團 創始人不只是所謂的吳火師家族 他還有我們大家熟知 熟知的 熟知的歌仔戲女王 楊麗花的老公 宏文棟 股科醫師 其實他們弘家也是星光集團的大股東 再來還有林家 其實他是由三大家組群掌握的 所以真的說 星光的吳家掌握整 或吳東信這一季掌握最多股權嗎 事實上並不是的 其實吳東信掌握 其實只有百分之十的左右的股權 所以其實這些在上一次 兩千 兩千年的改選的時候 其實已經組成了所謂的 有一點反吳東進 希望吳東進能夠再進步 監督他一點點 希望他能夠再進步 所以吳東進這一季 可是他的弟弟吳東亮 以及洪文棟的兒子洪士奇 他們已經組成另外聯盟 所以我們來看到 很有趣的現象就發生了 這次到底是誰提案說 要來合併所謂的台心晶跟星光晶